针对基隆市警察局巡官出走严重的问题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拉开布条 用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巡官刘施律全国居贯 基隆治安勘律提出质询 包括市议员施委证等议员表示 八位巡官出走只补进来两位 听说还有将近一百名基层远警要调到外县市 将会严重影响到基隆的治安 该怎么办呢 基隆市的巡官出走 然后呢有总共八位的巡官出走 结果呢只有两位巡官调进来 现在呢我们的禁流师是六名巡官 然后听说在明年 我们将会有一百名基层警员 将近一百名的基层警力 要调出到外县市 公筹相等 我想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要做的 那公跟仇这件事情 市长刚刚提的是仇的部分 请问一下我们基隆市警力 公要做多少事情 要做多少公 才能够 这个获得相对应的报酬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探讨的 但是基隆市现在警力 我可以告诉市长 我们用八个字形容现在基隆市警察局的现况 叫做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基隆市长谢国良回应 会尽力向中央争取 远景相关繁重加急改善 我们本身比起台北来说 我们并没有所谓的直辖市的加急 那这个直辖市加急 对这个巡官来说 每个月差别也还是蛮多的 我是听张局长告诉我 差到八千块左右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生活圈都很近 可是没有这样子的加急的话 那我觉得对这些警员 这些巡官相当不公平 所以我是当然我长期是希望能升格 不过今天我们不谈 升格的议题 我是希望说 这个我们的局长能够跟警政署 能够争取 即便我们自己来负担这个预算 都没有问题 但我还是希望能够争取到 我们能够提升警员的预算 我们市府也愿意来 来来来知音 警察局长张树德则表示 已经实施新勤务制度 减少远景的负担 虽然警察的工作非常完忙 不过我们今年1月1号 实施新勤务制度 一个远景最多最多 12个小时就要下班 不过对于警察局长的说明 轮番咨询的议员们 还是有所质疑 基隆市警察局的行人友上专案 利益良善 但是根本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就编排了 该专案不能巡逻线上男人开单吗 到各个路口绕对违规的人民 威慑力不比站路口好吗 反正都是要求开单数 他有提到要求开单数 干嘛还要傻傻站在这个路口 根本浪费警令 他知道你这个路口有警察 他就说完 没有警察他就 就有可能也不理上行人 所以我们现在是踩激动的路口来执行 好 那局长 因为在我的认知啊 在我据我了解 警员是用巡逻班来做这个专案 那我也要跟局长说 如果用巡逻班来做这个专案的话 会导致社区的治安出现直角 导致民众报案的效率会延迟 还有远警本身的业务无法执行 最后在党团总召 郑文婷带领下 送上承诺书给市长谢国良 要求信守承诺帮远警们争取相关加急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